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上期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主要是18万人在维园的当时现场的这种报道和我自己的感受 那其实呢 几乎世界各大媒体呢 都从自己的角度在评价这件事情 因为今天六四的背景呢 衬托着王立军 薄熙来 周永康 陈光诚 这样一系列一系列前半年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 那温家宝也好 胡锦涛也好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和概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所以再看六四呢 就完全不同了 再看六四的这种概念呢 很多朋友呢 觉得有一种希望 觉得有一种希望 只能这么说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在报道当中就是报道维园这件事情 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太一样 它发现了太多的我们生活在内陆的人 其实就是大陆 我们普通的大陆人 特意到香港去 参加维园这样纪念的活动 这跟以往略有不同 而且对比以往来讲呢 今年呢 就显得更加的突出 美国之音在这篇报道的题目呢 是这么说的 受香港六四烛光集会震撼 大陆人称回家分享 文章讲说 今年破纪录的人数来纪念这个六四的事情呢 吸引了大批专门从中国大陆来的内陆人 许多人在烛光晚会结束之后表示 他们内心感到了震撼 打算回家之后跟亲朋好友来分享他们在集会上 所体会到的真正的自由 民主和精神 文章讲说 在维园里 在香港市区最大的公园里 在当天晚上变成了烛光点点的海洋 在一轮明月之下 十八万人的十八万颗心 跟着闪耀的烛光起伏跳跃 他们的眼泪跟随着蜡烛的泪一起悄然躺下 那眼睛里露出了 眼睛里却露出勇气和决心 没错 一切的一切 今天在世界上 人在所有的环境 这个地球村上 我们是至尊无上 这是真实的 那作为人来讲 如果是至尊无上的话 人中所创造的一切 包括你的体质 包括所有的东西 都应该为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区域上的人所服务的 而绝不是极少数人为了自己的贪欲 用这样的体制 用一切一切人所创造的 包括法律 去遏制他人来获取利益 这么做的人 就是我说的 那不是人 那是畜生 那是魔鬼 因为他背叛了人本该有的天性 善良 良知和人性 文章讲说 今年六四最特别的 就是许许多多 头一次来到香港 见证六四烛光晚会的中国大陆人 称场面相当震撼 一位从浙江来的 头一次到香港参加这样活动 姓陈的青年这么讲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震撼 第一次这么多人 说明香港市民非常关心中国大陆 非常关心中国的大事 争取中国大陆能够及早实现民主和自由 并且付出很多的努力和代价 我非常的感动 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在维护着中国人应该有的固有的价值观 行政的区分 那是政客在干嘛 放在共产党的嘴里 那是他们自己贪婪的 为了一己之力 用他所有可以用 能用和不能用的一切 来欺骗 来掩盖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放平说 就像我上期节目当中提到 作为香港人 生活在这么紧张地域狭窄的空间的 每一个香港人 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直接表现出每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所熏陶出来的黑头发 黄皮肤 讲着方块字 写着方块字 拥有五千年文化的 他所固有内心的真实的一面 在大陆呢 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是假的 完全是虚假的 所以在大陆所展现出来的呢 连23 64 89 这个数都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和法规 你在微博上查不到 所以那个法律就不是法律 那个法律就是杀人的东西 就是今天共产党没有权力的人的杀人的工具 杀别人维护自己 所以就是魔鬼 那李卓人呢 在晚会当中呢 曾经特别用普通话 向众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访客说 欢迎你们香港每年一度的六四烛光晚会 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 我觉得这话呢 就是说到位了 绝对是说到位了 李卓人特别提到说 作为每一个人 作为民主而言 都是由下而上去争取的 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赐予的 我们相信人民 也相信这种由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我自己的看法呢 是这样 由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呢 在这个层面来讲呢 非常对 但是今天现实的中国社会当中呢 其实如果你再提到民主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不如你提到人性的一面 人性的一面 自下而上 其实没有下上 每一个人当他是正常 保持正常人的这种氛围的时候 他都懂得什么叫人性 否则的话 当年的屠夫李鹏和陈希同 不会出书去推卸责任 他在经受着自己尚存的 如果叫良知 人性来讲 这种的煎熬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没有自下而上 没有自上而下 他是人性本来的一面的自然的表露 今天温家宝 胡锦涛 你如果对六四有一个重新评价的话 这就是基础 人性是基础 就足以够了 文章里还介绍方正对记者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都是很有限的 我的能力各方面也很有限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要让更多人去知道真相 让他们明白中国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状况 中共当局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应该多多的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个人应该有的权利 知道真相 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 今天所有的人都在呼吁真相 陈希同也在呼吁真相 其实从二月六号 王立军的事情出来之后 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 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 你们也是被知道真相 对吧 我觉得这个道理一定要清楚 你们是被知道真相 而谁在掩盖着真相 维稳的借口 具体实施者呢 却是政法委系统 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系统 罗干曾经控制的政法委系统 他们在掩盖真相 那其实针对六四这件事情 今年在大陆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很不很不精心 但是非常精益的 有一个说法 那法广抓住了这条消息 文章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 半官方媒体六四晚会评论 指平反未见契机 文章说 中共今年对六四纪念活动 在个别地方有所松动 半官方传媒 中国通讯社四号晚上 很罕见的报道了香港维员 举办六四二十三周年烛光晚会 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我印象当中没有看到 过往的时候有过任何这样的做法 文章讲说 六月四号晚上大概十点左右 中通社发出了一个稿件 稿件是这么讲的 它是以香港有团体 在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烛光晚会为题 不点名的报道了 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晚会 一共有180个字的报道 报道当中称 香港有团体 于四号晚间 以六四二十三周年为名 在维员举行烛光晚会的集会 报道接着介绍警方维持秩序 报道的内容说 烛光集会从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开始 近十点钟结束 大会先后进行了 鲜花点燃火炬 默哀一分钟和齐唱歌曲等活动 很特别 六月四号在中国通讯社 他敢说是有鲜花点火炬 默哀一分钟 他敢这么去报道 在六月四号晚上 在中国的中通社的媒体当中 在他的网站上能够登出来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到底会怎么样 我们走着瞧 但是这个做法呢 原来没有过 这是我们大家应该意识到的 其实同一时间 在世界各地大的城市 都有六四的纪念活动 网上我看到一条消息呢 是来自于这个加拿大多伦多的 咱看他怎么说的 文章题目叫做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呢 举行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活动 那纪念活动 他是当天下午呢 五点到七点 其实先开了一个论坛 叫做中国时政 而主讲人呢 竟然是韩广生 就是原沈阳司法局的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 他自己呢 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很著名的学校 他是七七级的 是这个学校七七级第一个入党的党员 他讲说在八九民运时 他当时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 他已经是警察了 他自己呢 就是公安局跟学生之间的联络人 因为应该说 他当时 他是七七级的学生嘛 而且他是七七级南开大学第一个 第一个共产党员来讲呢 在当时来讲 是被党所一定非常相信和靠得住的人 那紧接着他就提到 他为什么背叛了共产党 这个我觉得说法非常具有意义 他是这么讲的 中共镇压八九民运和镇压法轮功 是让他彻底脱离中共的原因 天安门血腥镇压 我不十分理解 当然也有很多军人高级干部也不理解 他认他说我认为 你中国的军队怎么能枪杀自己的人民呢 这完全不可理喻的 所以他讲说六四是他内心当中 对中共产生强烈不满的第一件事情 而在之后直到十年之后 九九年残酷的镇压法轮功 而这些练功的人大多都是普普通通的良家妇女 被关在劳教所里 他说我曾经 他当时还是司法局的局长 他说我曾经夜里去看望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无辜 十年间我认识到中共是什么东西 为了自己的权利什么都不讲 非常虚伪残暴 中共就是一个野兽 我说的明白 我从来不骂人 韩广生说 在七七年 他是七七级的 他是南开大学七七级的 第一个入党的人 共产党大学入党的人 然后今天他说 共产党就是畜生 我从来不骂人 我骂畜生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